今年应届毕业生就业难 每年考工都竞争激烈 考研扩招用来缓冲就业了 那么未来就业的方向在哪里 哪种行业能吸纳这么多的人口就业 要是农村大力开发 我们年轻人怎么去参加建设 这个问的很现实 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我们那个时候就其实采取了一个措施 当时领导人就是要高校来当蓄水池 把本来就是高中阶段就要就业的这些年轻人 通过大学扩招的方式尽可能吸纳进来 那一次就吸纳了几百万 大学的人数差不多翻了倍 那我们现在又进一步增加了 就从700多万现在又增加到了800多万 大学生 也就是说那个那个二十年前的那个政策 缓解了当年的危机 那接着出现了经济高涨 所以大学生就业呢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随着这些年 特别是2013年14年 美国进入去QE 原来美国是量化宽松大量增加 它的美元的这个这个流动性 结果就造成世界上出现这个虚拟的这个扩张 那那个阶段上呢 中国经济还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到他2013年他终止QE 他停止量化宽松以后 世界上大多数原材料啊 石油生产国呀都开始进入萎缩 出口都下降 经济开始外需也下降 中国从201314年进入所谓工业工业色改革 三驱一降 这个时候呢 对吧 就业就已经开始困难了 房地产基本建设拉动了一段时间 这个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基本上是靠着大规模基建 那你看在这次这个大危机必然爆发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那各地呢都开始提出进一步用基建拉动 尽管我们说基建拉动投资 投资来带动就业 这应该是一个符合规律的逆周期调节的方式 但是客观的看 这个基建的空间 或者基建拉动投资的空间 当然包括他带动就业的空间 有不断的收窄的趋势 所以今年就业形势不好 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 所以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当然能考研的还是尽可能的考研 因为国家也有这个政策 希望呢 就是假如说98年那次是靠大学的本科扩招 那这次呢应该是更大程度上靠研究生扩招 以缓解一部分压力 这当然对于教对于这个教育家来说呢 就可能会带来教育质量下降啊 研究生的质量下降啊 如果教育界的很多比较形式化的去看待这个质量下降问题的人 或者比较官僚化的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这些人 他们如果占据主导地位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在教育界内部会产生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个客观的压力 所以我说呢 恐怕要考虑临时措施啊 是要继续维持基建的投资的空间 以吸纳就业 同时呢 适当地扩大学校的这个研究生招生的这个能量 就数量来缓解一部分 那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应该发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力量 尤其是推进城乡融合 推进市民下乡 市民下乡去推动创业创新 这个中央政府早就有这个政策 大众创业万种重心 但是我们很多部门就死死的打着过去工业化时代 这些思维他不放 我们有很多农村中大量的资源性资产得不到开发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办法来吸纳那些有投资能力的市民 没法去在农村发展中央企业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政策法律的限制 使得人们施展不开 如果我们真的贯彻最近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开通城乡要素市场 要让城乡的要素自由流动 首先是人才要素 很多大学生说我们是进不了城回不了乡 这个客观情况是因为制度上仍然有相当多的障碍 是让你下不了乡的 很多市民尤其是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下 大家都知道了 我农村几乎没发生几个确认病例 更遑论死亡的案例 所以那就相对而言 尽管城市医疗条件这么好 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 有国家这么大的力量 投了这么几百亿的钱 但是对不起 按说这个比重最轻的是农村 于是说大家都开始 就是包括城市员 已经没有什么投资能力 没有投资机会的 有投资能力的人 现在都想下乡 但我们过去的政策 是只鼓励大资本下乡 而不鼓励市民下乡 于是说当然 这个市民下乡 它往往是中小企业创业 中小企业恰恰是多少倍的 至少是六倍以上的 能够吸纳就业 就比大企业 那你到底要什么呢 在有这么严重的 就业压力之下 如果我们各个部门的政策 还不调整 我们怎么可能应对危机呢 当然话说回来 各个部门说我有法律 但是法 你得调啊 不调这东西 哪怕是临时性的修法 你也得抓紧调整 否则如果我们还是 有关部门 只农村直许搞农业 你就障碍住了 农村百业兴旺的 这样一个局面 如果没有农村百业兴旺 那跟人才就下不了枪 人才主要集中在那些 有在农村推进中小企业 创业创新能力的市民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将来 其实当然 其实已经有很多大学生 下乡就去创业去了 比如特别是随着 这个网络体系的发达 很多人开始在农村 搞网商店商等等 这些东西是早已经就开始了 但这毕竟 应该说随着这个农村 基本上条件的改善 他毕竟还同时要带动的是 你的深改 就是三农深改 要随着生态文明战略 乡村真心战略推进 而进一步加强 才有可能真正带动 这个大学生下乡 才可能缓解 现在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难题 否则的话你们想想 他七大五八大一家里边凑钱 给他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 好不容易是工程和学生 毕利业就是失业 那他那些钱怎么办 他怎么还钱 很多事情 希望有关政府 那人换位思维 站在那些低收入学生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 把你们的政策调一调 好不好 我替这些学生求你们了 能不能就是放一放 别那么死死的把着你 从教科书浪漫主义 得到那点知识体系 然后强行让这些政策 障碍的人下乡呢 这个还是习总书记 看问题看的比较准 他说成员要素要自由流动 才有可能 这个 让这个 生态文明 乡村振兴发展起来 所以这个人才振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他带动的是产业振兴